九汉逢金路,难得博中保险股短期call,自然先走为径,锁定利润帮补一下,人同此心,暂时只会是短兵相接,互相高速博弈的上落市,太过亢奋或者太过沮丧都不适宜,整体气氛是稍为改善。 特朗普电视访问中讲到贸易战随时全面展开,市场恐慌情绪也不外维持了几十分钟,美元又有回远迹象。 不过,自己不喜欢欧洲日本两地股市转弱,美国强势股亦见阻力,所以还是小心一点比较好。 以6月最后一个交易日为例,当时明显粉色储昌,股票接近全面向好,未几已经证明只是檀花一现。 上周五A股期只结算,令五市星势火上加油,所以未必有太强后续,加上自己向来有课底,绝对不介意市方向好。 所以短期转向观望,静态一点十分合理,并非日日都适宜积极极抢供。 现时自己港股组合之中,几只大蓝丑成为最大负累,因为自己已经狠掌时间被开内房及高负债公司。 内银亦在跌浪中前期陆续被牺牲。 反而轻资产消费股普遍守得到。 传统防守股更加逆史升。 ETFs成为投资主流。 指数股就难免受队友拖累,并非只看本身基本面。 唯有暂时捱打,面对这种环境,凸显出分散投资的重要。 2017年后悔没有一注独赢。 2018年就要庆幸没有一注独赢。 不过,始终要有些原则,例如内房及汽车这些曾经热满板块。 很早就由于欠缺信念零持仓,其实只是无份赢无份输。 起码没有过分跟红顶白而中复。 即使要分散投资,也应该跟自己的选股理念去实行。